其实是一个概念 就是灾区的问题 灾区房子的问题并不是灾区 所有地方的房子都是有问题 只是灾区把它图显出来而已 我们还是用以前的观念来做吗 我是专业者 我们教大家怎么做才是怎么做 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做很有限的事情 既然要盖那么大量的房子 我们只能做很少的事情 我们只是设计提供这个钢架 解决他一些很多的抗争的问题 他们农民密法解决的问题 其他的全部靠到自己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这种开放的体系 大部分的劳动力跟创造力 是由农民灾民他们来做的 盖房子是非常非常非常兴奋的事情 不是非常苦菜式 这个权力是你们的 你们完全可以自己盖房子 你可以主导你自己的家 不要把他交给开发商 或是其他的 没有这个权利 没有这个权利